谬理 以突破种种的对立 让心变得柔软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佛说分别善恶所启经 霍汉安息国三藏 安事高义 佛在社会国 其还阿南兵抵阿兰 是否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 结出称为 分别善恶 都有五道 人作善恶有多少 称惠有伯后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何谓五道 一谓天道 二谓人道 三谓恶鬼道 四谓畜生道 五谓邻离泰山地狱道 人不求度世道者 生死忧苦不断绝 往来五道不得解脱 贤者侠人 焉于忧苦 见诗则成诗 不见则思诗教解 诗教人驱恶就善 诗人度诗之道 父母养育 父母养育 老 病 死亡 遗失耳 佛度人万事不及 贤明智者 以守思为之 佛告诸弟子 皆听我为辱 承说善恶之祸福 诸弟子皆常规 插手言 莫受教 佛言 人于世间 慈心不杀身 从不杀得五福 何等五 一者寿命增长 二者身安稳 三者不畏兵刃 虎狼 独虫所伤害 四者得升天 天上寿无疾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则长寿 仅见有百岁者 皆故事宿命不杀所致 乐死不如苦生 如是分明 圣莫犯杀 佛言 人于世间 不取他人财物 道中不时宜 心不贪力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财物日增 二者不亡疑 三者 无所谓 四者 得升天 天上多珍宝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保守其财产 宪官 盗贼 不敢侵犯 取其财 仅现有宝财 至老者 皆故事宿命 不敢取他人 财物所致也 亡无多少 令人忧恼 亡疑不如宝债 如是分明 圣莫取他人财物 佛言 人于世间 不犯他人妇女 心不念邪癖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不王费 二者 不畏现官 三者 不畏人 四者 得上天 天上玉女做父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多端正父 谨尊者 见有若干父 端正好色 皆故事宿命 不犯他人妇女 所致也 见在分明 圣莫犯他人妇女 佛言 人于世间 不两舌禅人 不恶口骂人 无妄言其语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与言皆信 二者 为人所爱 三者 口气相好 四者 得上天 为诸天所尽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为人好口齿 他人不敢 以恶语无知 今见有从生至老 不被口棒者 皆故事宿命 故口善言所致也 如是分明 圣莫忘禅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不饮酒醉 从不醉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传言上世 尽见常理 语言不谬误 亦是患如意 二者 家世修至 常有余才 三者 假借求利吉德 亦为人所敬爱 四者 得上天 亦为诸天所尊重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洁白自喜 贤惠小事 皆从故事宿命 不饮酒所至 圣莫饮酒 博言 人于世间 不持刀杖恐人 不以手足加痛于人 不斗乱别离人 己所不欲不失于人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身体强健 二者 握起常安稳 三者 为诸天 龙 鬼 神 所护士 四者 得上天 天上乐无疾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身体玩具 无疾病 今见有 从生之老 无有疾病者 世皆故事宿命 不加痛于人 所致 如是分明 甚莫加恶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何心不称慧 见贤者尽知 愚者忍知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为人所称欲 二者 人见之皆欢喜 三者 身子安稳 一润则好 四者 得上天 天上端正尽节 无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为人善性 短正书好 今见有好人 万人之选 皆故事宿命 何心善性 仍如所致也 物称慧如是分明 甚莫称慧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孝顺父母 尽是长老 公职谦卑 贤贵后起 后言先止 常教恶人为善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为人所敬爱 二者 人皆到其善 三者 自以欢喜 四者 得上天 为诸天所敬爱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为众人所媚爱 今见有善心 孝顺 为众人所媚爱者 皆是故事宿命 孝顺 尽是长老所致 如是分明 可作孝顺 事于长老 佛言 人于世间 用见小事 善心好意 尽是尊老 礼节兼备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是患得好职 二者 在观及千 卖买得利 三者 百姓见之 皆欢喜 四者 得上天 诸天见之 皆欢喜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为王侯公亲 作子 皆故事宿命 行礼作福所致 如是分明 甚莫交慢于人 佛言 人于世间 不迁滩 好喜不失 爱是诸家亲属 贫穷者 若乞丐而 饮食常当食宝 依亦当完好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财产日增 二者 为诸天下人 所称谕 三者 为周 郡 国 所尊敬 四者 得上天 天上 所事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大富乐 为众人 所敬 皆故事宿命 不失行善所致 如是分明者 亦可行得不失 佛言 人于世间 有明经贤者 若沙门 道士 喜往问度士之道 行不嫉妒 贪爱高远贤者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得侠 二者多闻 亦多知多见 三者 多尽探知 四者 得上天 天上世所学 五者 从天上来 下生世间 及明经小道 为国家所敬重 亦为人所归养 仅见有明经小道者 此皆故事宿命 做到行得所致也 如是分明 亦可行道德 佛说今已 诸弟子皆欢喜 前为佛做礼 佛言 听说作恶得恶 诸弟子皆插手言 诺受佛教 佛言 仍于世间喜杀身 无辞之心 从事得五善 何等五 一者 寿命短 二者多经步 三者多仇怨 四者万分以后 魂魄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毒痛烤制 烧至真主 啄刺突拨 压肠破骨 欲生不得 犯杀最大 久久乃出 五者 从狱中来 出身为人 常当短命 或胎伤而死 或堕地而死 或数十百日而死 年数十岁而死者 仅见有短命人 若行斑窗 身体不完 薄茧突鱼 或忙龙阴雅 求鼻三拥 或无手足 孔翘不通 皆有故事宿命屠杀 涉猎 罗王捕鱼 残杀文盟 归憋 早失所致 如是分明 圣莫半杀 佛言 人于世间 偷盗截人 强取他人财物 求利不以道理 欺诈取财物 轻称 小斗 短齿欺人 若以重称 大斗 长齿欺人 道中舍宜 取非其财 负债借贷不归 抵触以行护人 从事得五二 何等五 一者 财物日浩减 二者 王八所及 绝之当孤 少有托者 三者 若身未尝安归 常怀恐怖 一字欺身 四者 死后魂魄入 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考制数千万毒 随所作受罪 五者 从狱中来出 随所负轻重常在 或有座奴婢常者 或作牛 马 罗 驴 骆驼常者 或作猪 羊 鹅 鸭 鸡 犬 常者 猪禽兽 鱼鳖之属 皆是负债者 今言 债不腐朽 所谓也 今见有下见畜生之属 皆由故事宿命贪力 强取人财物所致也 出生勤苦如是 简在奔明 圣莫取他人财物 佛言 人于世间 淫义伴他人妇女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 家世不合 夫妇恕斗 恕亡钱财 二者 为县官 常与垂涨从事 亡法所及 生当被孤 多死少生 三者 自欺生 常恐为人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铁柱正翅 生长抱之 做饭他人妇女 故得世殃 如是数千万岁 行乃尽 五者 从狱中来 出生为鸡 福 鸟 鸭 人 魂魄无形 所酌为名 仅见有鸡福淫义 不必母子 亦无节度 亦有犬马之争 苟争渔夫 出生之属 皆有信足 而鸡福淫义 独无止足 皆从故事宿命淫义 犯他人妇女 受世鸡福身 当为人所诞时 如是勤苦 不可述说 如是分明 舍莫犯他人妇女 佛言 人于世间 喜两舌禅人 喜恶口 妄言 其遇 此贡高 诽谤圣道 及贤度能 彼子高财 从事得武恶 何等武 一者 多愿憎 二者 自其身 一从世人皆不信 三者 疏逢飞祸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泰山地狱中 有鬼从人像拔骑蛇 若以烧铁勾骑蛇段 若以烧铁狼铠 刺其烟 欲死不得 欲生不得 不能语言 如是数千万岁 无者 从地狱中来出 为人恶口 此或免缺 弥精简及众言 或阴雅不能言语 今见有事曹人 皆故事宿命 两舌禅人 诽谤圣道所致也 如是分明 亦可神恶口 佛言 人于世间 悉因酒醉 得三十六师 何等三十六师 一者 人饮酒醉 食子不敬父母 臣不敬君 君臣 父子 无有上下 二者 语言多乱物 三者 罪便两舌多口 四者 仍有福利隐私之事 罪便道之 五者 罪便骂天逆舍 不必忌讳 六者 便卧道中 不能复归 或往所持食物 七者 罪便不能自证 八者 罪便低仰横行 或堕沟坑 九者 罪便必顿富起 破伤面目 十者 所迈买谬物 望处底 十一者 罪便失事 不忧至身 十二者 所有财物好减 十三者 罪便不念妻子饥寒 十四者 罪便唤骂不必亡法 十五者 罪便解衣 脱坤裤 落行而走 十六者 罪便望入人家中 千人妇女 语言干乱 其过无状 十七者 人过其旁 欲语共斗 十八者 踏地唤乎 惊动四灵 十九者 罪便忘杀重制 二十者 罪便抓锤 射中食物 破碎之 二十一者 罪便家世 使之如罪求 语言冲口而出 二十二者 蓬荡恶人 二十三者 疏远贤善 二十四者 罪卧绝食 身体如疾病 二十五者 罪便土腻 如恶露出 妻子自争其所状 二十六者 罪便抑郁前荡 向狼无所避 二十七者 罪便不禁明经贤者 不禁道士 不禁沙门 二十八者 罪便淫义 无所未必 二十九者 罪便如狂人 仍见之皆走 三十者 罪便如死人 无所复事之 三十一者 罪获得泡面 获得酒病 正微黄熟 三十二者 千万岁 三十六者 从地狱中来出 身为人 尝于吃 无所事之 仅见有于吃 无所事之人 皆从故事宿命 喜事久所至 如实分明 亦可胜久 久有三十六师 人饮久 皆伴三十六师 佛言 仁于世间 喜持仗恐人 以手足加痛于人 喜斗乱别离人 己所不喜 强持于人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自欺身 亦为人所患毒 二者身为恐怖 三者 又恕病急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随所作受罪 九九万岁 五者 从地狱来出 身为人多病 身不离障 仅见有多病者 皆故事宿命 喜家痛及之所至也 多病不如强健 如实分明 甚莫加恶于人 佛言 仁于世间 常喜称惠 不合调 见贤者亦惠 见贤者亦惠之 不别善恶 但欲称惠而已 从事得五恶 何等五 一者 为自烧身 二者 亦自乱意 三者 莫起不安稳 或忧惠自杀 四者 入泰山地狱中 独痛考至数千万岁 五者 从泰山地狱中出 身为人 面目嫦恶 色为黑黄熟 仅见有恶色人 皆从故事宿命 喜称惠所至 念丑恶色 不如端正好色 如实分明 神莫称惠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读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五星财神 法门 五星财神 音译赞巴拉 源于古印度的神奇巨皮罗 后由坦特罗佛教演用 并由藏传佛教重新演绎 其法像是手持兔宝鼠 或一袋黄金 当赞巴拉传到西藏后 各藏传佛教之派 逐渐发展至 以不同修持所属的 五种颜色形象 再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成为五星财神 一般人以五星财神身上的颜色 作为称号 观世音菩萨 化现回白财神 亦于克服吃财神 主掌智慧 是平息灾难 增添财富代表 阿处如来佛 化现回黑财神 亦于克服称心 主管权威 是消除怨敌 降伏魔敌的象征 宝生如来佛 化现回黄财神 亦于克服我脉 主掌财富 是积聚福德 增长智慧的代表 阿弥陀佛 化现回红财神 亦于克服贪欲 主掌怀柔爱色 能圆满各种世间 与初世间之事业 不空成就如来佛 化现回绿财神 亦于克服嫉妒 主管健康 是成就世事 增长财运的代表 五姓财神 是西藏人所供奉的财神 专门掌管天护财富之神 除了掌管财富之外 也是藏命护法 一支庞大力量 还负责掌管 忌妒众生所有 共利事业 赞巴拉并非一开始 就有五尊形象 而是一个 具有财神属性的神奇 当藏传佛教 逐渐弘扬起来以后 以不同修持需要 才发展出 黄、白、黑、绿、红夫等 五尊不同形象的赞巴拉 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形成五姓财神 虽有五尊神奇 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 绿财神星宗 绿财神星宗 奥赞巴拉 藏恋扎亚 所号 绿财神是北方 不空成就如来的画线 绿财神 一头二臂三目 头戴宝冠 以珠宝阴落为室 下身着丝绸 右手持如意果 左手捉图宝鼠 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 裁员天母 与绿财神 共作于莲花月轮上 功德 令一切活动成功 圆满 进化厄运障碍 成就一切愿望 佛母 律夫 一面二臂 手持蓝乌婆罗花 象征智慧 佛父 佛母 拥抱代表 卑智 结合的修行 因此 修绿财神 除了聚财之外 也希望能达到 卑智 结合的修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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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